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我的教育實驗 這一張照片呢是一個小朋友他畫我的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左上角呢是注音符號 就是家長幫他寫上去的說我是富安老師這樣 然後呢Why am I here today?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因為呢我在我的專堂就是幼兒教育 然後我其實呢現在還是不務正業的狀態 就是還沒有在幼稚園上班 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家教經驗 就是我在帶領了三個小朋友平均年齡兩歲 然後我跟他教育學的過程 Slide跳得太快了 透過真實而看見真實 我想問大家的是我們是誰透過真實 那看見的又是誰的真實 是小朋友的真實 家長的真實 又或者是自己的真實 那我在整個教學過程當中呢 花最大功夫的就是觀察以及解讀 如何解讀 那解讀出了什麼東西 這些解讀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張照片呢是其中一個小朋友 他在完成了他的積木作品之後滿足的樣子 雖然說就是有一點亂七八糟的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把所有的積木都疊高 但是他其實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後呢 透過真實而看見真實 其實我比較傾向於透過理論去看孩子 因為呢 比較不是透過自己主觀的一個狀態 而是一個是比較客觀的一個態度這樣子 看一下這個小朋友 他是年紀最小的 然後呢他正在選擇他的想要挑選的顏色 其實整個教育學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紅字的部分呢 是教學的四要素 目標 內容 方法 評量 然後呢 希望可以去 我希望自己可以去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而這些問題呢 是除了小朋友的問題之外 我更看重的是 如何去發現教養者的問題 以及我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那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 就是左邊的那個小朋友 其實他在 雖然說他的 他的作品沒有說比較成熟 但是他其實都一直在觀察 因為他年齡比較小 所以他會 去 慢慢的累積自己的能力 然後呢 去 去 挑戰自己 然後 創作出自己的作品 這樣子 再來 關於照顧責任尊重了解 我用加號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四個關鍵字加起來等於愛 這個是 來自於一個叫做佛洛姆的一個理論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愛的藝術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這樣子 其實在 我在這個家教經驗當中呢 我帶領了他們半年的時間 那 有大大小小的挑戰 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去處理小朋友的負面情緒 剛剛那個小朋友呢 他其實是在 午休起床的時候 他在鬧脾氣 因為他沒有睡飽 那我 我會期待自己 不要去跟他 一樣的情緒化 如果呢 你跟小朋友認真的話 那你就輸了 那小朋友就贏了 他就是得到他想要的 就是你 你的情緒也不穩定 那 其實小朋友真正想要的 並不是這些 那 我 希望說 在我的教學經驗當中呢 可以去 跟小朋友是一個 互為主體性的一個 一個觀念 就是 我尊重孩子 那我希望孩子呢 可以 可以 可以在我尊重他的一個同時 他也 能夠去尊重我 然後 去慢慢的學習 以及 以及 發展自我 這樣子 這個小朋友 他 就是 最後我想請 我想要 分享一下我的期待 就是 雖然說 我自己的經驗 還很薄弱 但是 我會 還是 希望可以自己 傳遞 所謂的 正向的一個能量 以及正向的 態度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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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